可能我這樣的人 還算是太過單純了 沒法想像到他們的 他們的這些殺人般 是好像他們是 掌控著我的一切 然後好像還有腦控 還有腦控 你要說共產黨裡面 也僅僅是偷書的話 那是絕世的清官了 我認為道義有道 怎麼說你要面子做的過去一點 做這個 你作為一個國家幹部 你最起碼要有一點樣子 所以說很可能這個土耳其 因為土耳其它還是綠綠嘛 也有可能 有可能是人家安排的 因為確實的 我因為我老說 因為福建幫人對我最了解的 我過去曾經說 一直說那個我媽那個 我48周歲的時候 1983年夢見 四十二歲的時候 那四十二歲是十七歲 在北方的天空上也望故鄉 然後那一年是吧 四十二歲就是 2005年我母親被他們謀殺 所以我說我夢見 兩次夢見我 我是 我當總統 之後我又夢見 我是紫薇是個男的 他們會相信 他們就是說他們非法 撈了那麼多那麼多的東西 那麼多的錢 就我所知道的嘛 永恢超市嘛 遍及全國啊 這僅僅是說他們安排進來 這種特務 在我 在我周圍安排特務 我才可能 有這個那個那個有那麼一點懷疑 當然別的人也是那樣 他們就是說 既要把我媽給謀殺了 又要我去對那個殺人犯去盡孝道 他們就是這麼理想化的 所以說 所以說估計 我也不會離開中國 因為中國外面 也是有有有有權 各種各樣的人 有的人不怎麼權 但是人家要盯上你 要利用你的話 他就本來不怎麼權 那要被中共這些人 中國人裡面有的人確實很壞很壞 為了達到自己目的 你大簡直就不擇手段 比如說 這個是我還能想得到 沒有經過做夢 老天爺在夢中對我的提醒 我還是能相信 比如說 一個人不促進還不貧困 還可以 但被人家盯上了 被人家盯上了 人家就一直 那就是他要先 先把你弄得貧困 那他這個共產黨 有權有勢 有國家權利 起碼在國外他們有錢 要想在線上 中國人又很鬼 什麼見不得人的手段 都做得出來 所以他就 他就這麼做吧 然後把人逼到全困 絕路的時候 然後人家說不定 你連都不知道 然後就 只能按按照他們的意思去做 所以說 很可能 跟共產黨做鬥爭當中 我是一個主力 我是龍 我是屬龍 我是徹頭徹尾的龍 是 人家說習近平跟毛澤東那個八字的時候 他們是屬蛇的 都是屬蛇 但是他 石層不知道 他們全部都說是龍 龍石層 很可能因為他們長了大權 然後人家就認為這是龍 那是龍嗎 龍 然後我就想 那是不是 這個石層的龍 比較那個呢 不是 有的皇帝 他也是屬龍的 石層沒有龍 因為我 我是 十二月 十二月出生的 十二月出生的 是在龍年裡面 農曆是在龍年裡面 那我 我媽懷向我的時候 也是 也還是龍年的 所以我是 徹頭徹尾的龍 因為我看人家說 習近平是龍啊 因為為什麼呢 他 是 蛇年出生的嘛 然後就是 龍年懷孕 說他這 懷孕 懷孕是龍年 所以就是 就是龍 他早也有經過一個龍化的過程 就是 福建那個地方是蛇嘛 蛇然後往浙江 浙江那個地方半龍半蛇 上海那個地方應該 之後這個這個 江蘇那個地方應該就是 就是龍那個地方吧 總的說福建班好像用各種手段 普京普京那邊有 也是共產主義社會嘛 人家也有腦控技術 用各種手段 像我這樣從理科練到文科 雖然不怎麼 唸得不怎麼好 但我也都在一直唸吧 然後這幾十年來 自師法考試沒考上 但我也都一直在學習 學著各種東西 或者英文或者電腦方面 各種知識 我自學能力比較強一點 我記得我初中的時候 就能自學 就是自學 所以 所以他們確實很害怕我 福建班的共產黨非常非常害怕我 很可能能夠改變中國的就是我這個 還有我選學 還有我選學 國粹嘛 國粹就是中醫跟那個 那個 選學吧 選學我肯定是有 有不少的研究 所以我 我什麼東西也基本都知道 好把舊書都讀到 那個 應該也不是 不是說 不是說 看什麼民眾嘛 民眾當然能看 但那個民眾 那個知識面還是不光 像我這樣 那那那理科文科 然後我看 特別是選學畫面 大大都是都有一些印象 要學什麼也都 都有一點基礎 這樣子 所以很可能 我這個人太單純了 是 我也覺得我太單純 因為我基本上沒走上社會吧 就在檢察院 有三年將近大概三年左右的那個工作經驗 之後一直掉在那裡 然後我確實沒有 然後就是 我 我沒有工作經驗 沒有工作經驗 沒走上社會 就找工作 97年 那一年到外面找 找一些工作 然後我 因為我 我這個人 是吧 頭頭頭頭比較凸 頭比較凸 所以我靈活性比較高 一看就知道 也就不要去找了 後來就去做股票 做股票 其實做股票人家還能坑你 雖然說做股票你 不在任何人的統治下面 但人家天天在你周圍放屁呀 如果你掙錢的話 然後習近平這個白痴上台 或者說 非常野蠻的人上台 你能夠掙錢的話 他可以不擇手段 共產黨就不擇手段 就不要臉 所以說 能夠改變共產黨的 估計 能夠對付共產黨 可能就是我這個人 所以 很可能才出現 墨斯林 我遇上墨斯林的這件事情 這個社會的人都一樣 就他們既要把我 通過我媽帳戶投毒 一直投毒 他參與了謀殺 那他說 他說他不知道 這是謀殺 他僅僅是執行上面的任務 說是投毒的話 那當然也可以 這是他很好的 最好的辯護方式 但是他 他參與了太深 太深入了 太深入了 說1983年內 那件美女人的事情 我也是看到那個 那個老鼠藥就是 藥老鼠的那個那個 那個團 掉到鍋蓋上面 說我是旁觀者 如果被他們 如果那個時候他們 他們成功了 就我媽帳戶成功了 把我們都要死的話 都弄死的話 那 那我也不算是旁觀者 我發生的 我發生的渠道沒錯 我媽發生的渠道也沒錯 有錯的就是那個校長 所以他們 他們非常理想 中國人這些獨裁者 理想到極端了 他們就是說我殺了人 我沒有罪 我因為我是大法官 這個自行死刑都是我在做 但你你你忘了你要經過審判以後 才能對人家执行死刑 是一個人有犯罪 你也要你一個犯了你 你也你也沒資格這個這個 沒經過審判的就把這個人給弄死 即使進到監獄了也是這樣 也是這個道理 我們念法律的都知道 所以起碼的最顯顯的道理 要知道 然後就是 我是 對社會的陰陽面知道的很少 所以我才有一段時間 在北京這一段時間 因為沒電視 也沒報紙的話 那就買資音 因為我覺得資音裡面 寫的太多音 我也需要了解了解 所以羅浴縫 他們塑造的羅浴縫 才跟這個資音掛上工 還有故事會 再加上跟故事會 當然故事會我不可能買 因為為什麼 當然是假的 那資音裡面 它是 報告文學 或者反正就是記者寫的 記者寫的都是 起碼名義上是真實的 也沒有塑造我們就不知道 所以說 我這個人可能 還過太天子 畢竟你看在這個體制裡面 我一直是被冷凍在一邊 能夠爬上去的人 應該都是 心黑 不要臉 不要皮 心狠毒 非常貪婪 非常貪婪 貪婪到極點的 那種人才可能爬得上去 我要貪的嗎 我自作 學習的資料嗎 或者說 書嗎 我也就貪這個 我這幾十年來沒貪到什麼東西 但是我知識面倒是貪了不少 我聽到 貪婪 你對 感谢观看